为了对抗新冠疫情 难办求岛国澳洲跟许多国家一样 被迫实施所国封城的措施来压平疫情曲线 澳洲目前的确诊患者是7100人 一共有103人死亡 相较于其他欧美国家 澳洲的疫情确实是受到控制的 但是澳洲的经济同样是难逃一劫 总理莫里森早前就提到 澳洲经济必须脱离家户病房 不能够只是依赖政府所推行的2500亿次机配套来支撑 而澳洲中央银行也预测 澳洲上半年的经济将会萎缩10% 这也是澳洲在过去30年来首次陷入衰退 虽然各个行业都受到疫情严重的影响 但是澳洲却有一个行业因祸得福 小心翼翼包装好新花之后整齐排放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澳洲花农也无可避免地 面对需求大险被迫丢弃大量鲜花的窘境 但随着政府恢复经济活动 鲜花的需求也逐渐回温 加上政府依旧不准进口鲜花的引入 这就让澳洲花农瞬间首飞 各个脸上都重现了久违的笑容 因为没有进口的廉价鲜花跟他们竞争 让本地花农可以独揽市场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澳洲国内的鲜花供应 有超过50%都是进口自肯尼亚和哥伦比亚 由于价廉物美 让澳洲本地花农面对激烈的竞争 现阶段 澳洲花农只能在缺乏竞争下短期受亏 但要长期生存 就必须提高竞争力 来跟进口鲜花历拼市场份额 准备 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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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